今早去到茶餐廳 有客人說有一個朋友最近賣了自住單位 理由是所有評論員都說樓價會下跌 今年跌8% 明年跌15% 他暫時租樓住 等樓價下跌兩三成之後再入 今次的樓市炒家輸到眼凸 習主席都說 樓市用來住 不是用來炒 客人的朋友不明白 樓市可以炒向上 亦可以炒向下 雖然樓市沒有證券化 沒有沽空制度 但將自住單位賣走 等樓價下跌再入市就是炒 老實說 大家雖然聽到很多分析員說樓市下跌 但不會聽到他們說將自住單位賣走等入市 他們指示分析樓市會下跌 但不會賣樓支持自己分析 炒樓市下跌是很危險 因為成本很高 再買樓市要付稅以及其他雜項 還有在等後買樓這段時間租金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有幾個單位的是炒家 原來有時候沒有樓的人才是炒家 感谢观看